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4月19日 西布连大炒迈克阿瑟FC无难度 周二下午,奥执连继续友好戏上演 西布连将坐镇主场迎战迈克阿瑟FC 西布连颇为依赖主场抢分 球队乃是经济主场龙 此番面对近期作客表现难言理想的迈克阿瑟FC 西布连值得看高一线 前一轮主场1比4不敌威林顿凤凰后 西布连迅速做出回应 在艾尔维尔斯的帽子戏法带领下 西布连最终6比0大炒破斯光辉 其实西布连经济主场表现相当出色 8胜2和2负的主场战绩排名奥执连第一 当中经常攻入1.75球的攻击力颇为强劲 凭借如此高效的主场抢分率 西布连目前在少踢二轮的情况下 直落后榜首的墨尔本城5分 球队大有机会争夺领头羊的位置 除了艾尔维尔斯之外 S路斯迪卡和派祖裕这些攻击手近期都有斩获 可见西布连的攻击点众多 此番再度坐镇主场出击 西布连大胜可期 迈克阿瑟FC上季才加盟奥直连 但球队立刻踢出成绩 成功杀入附加赛准决赛 可惜到在最终夺冠的墨尔本城身上 目前排名第六位的迈克阿瑟FC 又有杀入附加赛的机会 领先身后的中岸水手2分 多踢二轮的新尼FC1分 而球队目前直落后第四位的阿德莱德连2分 在争夺附加赛资格上明显占据一定优势 不过迈克阿瑟FC经济主强克弱的特点 也是颇为鲜明 幸好金账乃是球队经济常规赛最后一次作客出战 剩下三个主场将是他们抢分的好机会 要知道 迈克阿瑟FC近五轮联赛作客 只得一合四负的糟糕战绩 迈克阿瑟FC此行还是难以与主场龙作对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感谢观看